织毛线的夫人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 一生写过超过六十部戏剧 才华洋溢又幽默风趣 有一天,好友到肖伯纳夫妇家中做客 肖伯纳口沫横飞地对友人谈起一则译文 内容精彩绝伦 好友听得津津有味 但坐在一旁的肖伯纳妻子下绿地 却忙着织毛线 似乎没有心情听 好友忍不住关切地问说 你在织什么吗? 夏绿地回答 哦,没有什么 我并没有特别想知什么 只是,他讲这些故事 我已经听过快上千遍了 听得烦死了 如果我手上不忙着织毛线 就会忍不住想去掐住他的喉咙 周一上班时 同事跑来向我抱怨 同事说 新搬来的邻居好可恶 昨天晚上三更半夜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直拿棍子敲我家的墙壁 我说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没有马上报警吗? 同事说 没有 我当他们是疯子 继续唱我的卡拉OK 你常顾到别人吗? 还是天天白眼度日呢? 当你一直想着 怎样才能被爱 怎样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 别人怎么都没顾到你的感觉 结果只是一直看自己的缺乏 将自己的感觉放大 不得满足 因为没有人能真正满足你 当你一直顾到别人 关心人 付出爱 你会发现自己的问题 都不再是问题 有许多需要你的人 被需要的感觉 是最大的喜乐 人生的喜乐不只是被爱 最大的喜乐乃是去爱 快乐的秘诀不只是接受 最大的快乐乃是给予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认识这位赐福的神